山主人丁水主才 这个南方自古以来 什么江南呢 到至今这个洋海城市 还是经济发达的地区 那我们北方曾经也有这样的 一个晋商 就是发展到后期到全国乃至世界 欧亚板块南洋 很大地方 各个米面粮油茶 这是最基本的 还有其他都有 陀邦就是靠骆驼运输 船邦还有票号 票号就是早期的银行 那怎么能发展起来呢 也有历史的原因 首先说的天时地利 这个地方荒涂高原 都是土 重庄量不容易涨 然后经常有各种灾 所以交通也不便利 赶上特殊的时期呢 战乱 就这个地方急需 延 就靠这个延 就起来的 那时候官方开了一个口 就可以私人买卖 运输 那山西人 各个地方呢 不行 这个地方一个是离得近一点 再一个有那种艰苦 吃苦苦 那个耐劳的精神 所以就站上这个位置 后来就越走越大 本身他就很穷了 穷人都有穷人的一个志气 然后当然早先也有各个特殊的一些情况 整个发展还是靠明清时期 这个进商突然一下起来 他们拜的是关公 你可见这个关公早先是拜月飞的多 在之后就一路上来 人造神的 这些命运跟他们也是功不可没 那拜他自然有他的原因 关公的信 诚信 意气 就这些 最基本最重要的人的品质 那自然又有 所以说 那个运城当时又是严城 其中之一 那就这样慢慢起来 那到后来呢 就是 这个银行的前身的票号 就是 在中国 名义上虽然是比较晚 比西方晚了200年 但是后来就 有各自 他自身的一些优势 至今我们还 予以参考 股权分离 就是投资者不经营 经营者不投资 最上端的三个掌柜 那他可以 放开心 大胆的去 眼光整个局势最后的这个 发展 他们只说这个分红 而在这个之前 就是你想加入这个圈 就要有三年的学徒 那这三年 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学品德 所以说 这个三年你收入 比其他的 甚至从仕途干什么 你至少生活物质方面非常好 所以为什么他们就 其实还是读书的少了 但是你看武将冠公 武才臣 一路功名同样行 做人只要不缺 别的还 至于说这个仕途 有些说后期 可能是因为读书少 没有及时把握这个 外界侵略 外资本的这种变革 导致他比较拘束 也有关系 武将比较重财 文官比较重权 重名 所以现在山西没老板 你看 可能大家都不知名 所以各个地方 有各个地方的特色 靠山吃山 哪个地方都有 能起来的 然后后面三年 每年竹子递增 这个钱越来越多 但是还是不能拿回家 除非你要回去就不能再来 你要加入股权 就是这样 后期的没落原因 主要也是他有钱了 还有其他的 前一个捷克都讲了 都是一样的 差不多的 再捷克 你再来过来入侵略了